大家都看到中間選民的選擇是有輕微或者稍微較多的改變 為什麼呢? 因為過往的六年大家都被立法會反對泛民的議員不斷拉布 全面不合作 令到公帑被浪費 而市民的利益受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票債票償就在311體現出來 大家都看到的就是泛民反對派陣營 在九龍西的選舉裏面屈這個馮檢基被迫放棄 這個情況是誠信給大家看到 還知不支持泛民呢?大家都有新的選擇 王國興剛才說九龍西就中間去了建制那裏 那就是建制了 就算我真的當你是有那些選民其實是很少數 你看得到鄭詠遜那個提升呢?只是說4% 其實可能是說他自己的機器不斷地去儲那些選民 儲回來的 如果真的有這些中間選民呢?其實一個很簡單的分野 你反對831就是民主派 你支持831就是建制派 你怎麼可以中間呢?是不是? 如果你純粹說做民生的話 有誰不是做民生? 謝謝大家 希望你可不可以中間選人 所以說甚麼 我認識它的解釋 你可不可以中間選人